好 接下來我們帶您來關心的火線話題呢 怎麼會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麼居然說有這個南部的教養院 那麼給院童吃的是過期的東西 而且我們看到現場這些東西不是過期了 就是現場有蒼蠅 老鼠 真的是相當噁心 這些院童都染病了 我們等一下會帶您來直擊現場 不過緊接著我們來關心的 就是今天扁岸的最新進度 就是陳水扁跟菇仲亮兩個人大對直 那麼當然就是為了要釐清龍潭購地弊案 今天上午陳水扁跟前中信金控副董事長 菇仲亮進行大對直 不過菇仲亮一進入法庭 這神情緊張得不得了 我們看到一開始因為太緊張了 還坐錯位置 隨後也要水喝 甚至在庭上也不敢直視 陳水扁但是到了下午 整個態度大轉變 那麼我們看到在跟陳水扁直接對直的時候 那麼可能就是不滿這個陳水扁坐在後面 非常強勢又咄咄逼人的樣子 所以菇仲亮很生氣 他乾脆豁出去了 他就反嗆 兩個人根本沒有什麼交情啦 他說跟陳水扁的交情是建立在金錢上面 上午9點15分 前中信金控副董事長菇仲亮 穿着黑西裝現身台北地院 面對媒體追問 菇仲亮神情僵硬 沒有多做回應快步上樓 被稱為低頭的大少 菇仲亮一進入第七法庭 直接坐在被告席上 眼神直視前方 正在一旁的法警趕緊向前說 菇先生您做錯地方了 菇仲亮當下還一嫩一嫩 被法警帶到被告席後方來就坐 9點25分 陳水扁上手銬進入法庭 兩個人眼神沒有交集 沒有打招呼 完全沒有互動 9點半實質審理庭開始 菇仲亮做回被告席 準備接受對職 審判長先詢問菇仲亮 坐在律師後方的陳水扁 直等菇仲亮 菇仲亮神情緊張 不敢直視 兩個人眼神還是沒有交會 陳水扁的律師十一林 先是詢問菇仲亮的學經歷 以及是否擁有日本永久居留權 東吳日文系畢業的菇仲亮 可能因為緊張 用字潛詞緩慢 說起話來也不太流利 只說在回國前已取得 正時還雙手合十 要求可以倒杯水喝嗎 但是到下午換上陳水扁 直接和菇仲亮對上話 陳水扁不斷直攻 說我和你很熟嗎 強勢逼人 惹來始終低調的菇仲亮 決定反擊 不及話風犀利 直接反嗆 我和你熟 是借力在金錢上 而且原本不敢直視的眼神 卻變成轉過身來 和陳水扁四目相交 直接火爆對抗 陳水扁因為和菇仲亮的阿嬤有交情 因此把菇仲亮視為晚輩 語氣強勢 卻反而引起反彈 讓總是在鏡頭前展現 問問盧雅氣質的估重量 少見得出現強硬嗆辣的另一面 真訊的李小玲瓜 其他共雅麥才報道